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集训大名单 一共52名球员 再加上15个教练成员 如此豪华的将帅团队 让12强赛对手羡慕极度 恨不过这份大名单里 有一个细节让人关注 那就是规划球员 在足协备注的球员俱乐部分裂里 费南多、埃克森、洛国富三人都是标注入籍球员 并没有俱乐部归属 这也意味着一点 这三人跟广州已经没有合同关系了 三人却是解除合同 成为了自由人 而另外两名规划球员 则是打实的还是广州队球员 那就是蒋光泰跟阿兰 这两人的标注是广州队球员 这意味着两人跟广州队还有合同在身 接下来如何解决合同问题 让人关注 其实关于蒋光泰和阿兰的合同问题 此前国内媒体已经有报道过 这两人在国内转会市场还非常吃香 多家俱乐部想要引进这两人 可以说这两人也不缺下家 更是被广州队看作球队争贯机时 或者是卖个好价钱的对象 蒋光泰跟阿兰 如果广州队换了金主 留下来也完全能够承担 如果不想留下来 放入转会市场 也能卖一个好价 拿到转会资金 对于球队的重建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所以这两人 目前是没有解除合同的 目前广州队中卫每方已经离队 球员超市等待开张 如果球队骨改工作不尽快解决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球员要离队 阿兰跟蒋光泰也难留下来 如果骨改工作顺利进行 留下现有主力球员 下赛季的广州队 是有实力跟泰山队掰手腕 谢谢大家